夏目成音 晴日暖风吹进了古雅的饶馆 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资助 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礼行天下》活动 将在2021和2022两年中 分别以古礼金用、推礼吉人 和《共荣与礼、礼行天下》的主题 在全港幼稚园、中小学和教师培训等多元形式活动中 通过推广和学习中华文化的核心 礼文化成为香港广大市民的共同价值和行为准则 今天出席《礼行天下》开幕典礼的主理嘉宾友 香港特别行政区域政府教育局 杨润雄局长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 蒋建香部长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 龚扬恩慈女士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 李卓芬教授 还有《礼行天下》的形象大使郭晶晶女士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于1985年 由霍英东先生带领资助建立的 而在36年后的今天 又由他的孙媳妇郭晶晶女士 担任中心主办的《礼行天下》活动的形象大使 更具有星火相传的特殊意义 庄严浑厚的鼓声 敲起了《礼乐》的篇章 《礼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礼文化》沉淀中华民族的品格气质 让我们走进《礼行天下》开幕典礼的盛况 有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 李卓芬教授 陪同各位主理嘉宾到台上主持 名鼓启笛 谢谢 杨莫想起大概是二十多三十年前 有一次和姚宗怡教授聊天 在那一段时间她在研究夹骨云 根据她的观察 从夹骨来看那个李字 他覺得禮的源頭在祝國文化 是一種對別人的尊重 一種尊敬 如果國與國之間能夠互相尊重 我們戰爭都少很多 紛爭都少很多 所以如果真是能夠做到禮行天下 又何秀不會天下太平呢 所以推動這個禮 推動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活動 在這裏我們再一次感謝中銀 育成了我們這次這個重要的活動 也都感謝各位老師 一直以來的指導 今天的光臨感恩大家 多謝大家 禮是中華文化一個重要的價值觀 人無禮則不生 事無禮則不成 國家無禮則不靈 我們是有責任在不斷發展的社會裏面 在不斷改變的環境裏面 去傳承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 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的理念 與我們教育局一直致力培養 讓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不謀而合 在這裏我非常感謝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不為熱力的推動 和中國銀行香港的大力支持 推行禮行天下計劃 培養學生擁有一個良好的品德 和一個正向的價值觀 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目標 亦都是我們的責任 希望日後社會各個持份者 都能夠繼續努力 為我們的下一代 營造一個負關懷和具正向氛圍的學習 和生活環境 令到他們可以實踐到一個良好的品德 在這裏我預祝計劃圓滿成功 亦都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萬事成語 多謝大家 對於當前的香港 李文化更具特殊的意義 去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 香港社會經歷了 由亂極致的重大轉折 社會秩序迅速地恢復 廣大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得到尊重 維護這來自不易的良好局面 需要完善的法治和相關的政治制度 也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 通過德法兼修 禮法和制 來教化人心 可以說 本次活動的舉辦 正當其實 恰逢其虛 十分必要 相信 李行天下文化傳承計畫 一定能夠 幫助 廣大的香港青少年 靈略 靈略 李文化的風采和魅力 培養更多的民理手法 文明向善的下一代 希望更多的社會選擇和機構 能夠參與中華文化的推廣活動 我們將一如既往給予全力的支持 謝謝各位 我們非常讚賞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為了表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推廣中華禮義道德 而作出的努力 所謂禮之用和為貴 禮的功能在於促進社會和諧 維持社會秩序 為社會的文明和發展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們資助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推出這個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 教導香港青年認識中華禮義文化精髓 加強德育和公民教育 培養和而不同的品德、情操 同時推動教師和家長的參與 透過不同層面共同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 我衷心地祝願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 圓滿成功 能夠令到更多的香港青少年受惠 多謝各位 很高興擔任禮行天下 中華文化傳承計劃的形象大使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 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期待大家都和我一起參與這項很有意義的活動 並且要作嚴起行、學理手理 關愛他人、共創和諧 謝謝各位 有請本會主席李卓芬教授 向資助禮行天下活動的中國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致送感謝牌 下面有請我們郭晶晶女士上場 由我們李卓芬教授頒發 感謝撰尾任撰 感謝撰尾任撰 感謝您的支持 词曲 李宗盛 就像泉水般声声呼吸 看着悠悠天的雨在响起 谁替我失去脸上泪滴 天上坚持的虚拟 才会有今世的起雨 宇宙带来 你带过的痕迹 我曾在都认为你 让我和你们介绍 两位小朋友 这位是五岁读K2的陈晓南 这位是八岁读小二的陈俊熙 我们今天会为大家讲一个很古老 很古老的中国神话传说 叫做 十二生肖 是啦 鸡公一公想想 都好啦 借给你 龙哥哥借了我 对角之后 一声就飞走了 所以神龙不见首不见尾 龙哥哥走去哪里 留花后华 终于在天庭上 十二种动物到堤 落窄 结果 哪十二种是日德维呢 大家就会心急 在等着玉皇大帝的宣告 玉皇大帝说 听着 第一名是牛 它又大又勤力 跟着就是 虎头龙蛇马羊猴鸡丸子 我们世世代代的憧憬 和这个智慧 它都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 刚才我们讲的十二生肖里面的特点 就是勤奋变通 刚柔并制 外缘内方 平和吉祥 还要代代全食 学与学文 子孝约 弦弦弦益色 是父母 能及其力 是君 能及其身 一盘有交 鸟有信 学有为学 取名以循 子曰 指曰 弟子幼者笑 出觉气 勤劳心 犯爱重 而亲人 寻有余地 学与学文 子孝曰 鲜鲜玉色 舞动古文化 好 好 我们现在就学一下这个鲜 大家可以在袋里面拿一把鲜出来 准备好了吗 再来多鲜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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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音乐 开舌 开舌 用来个片花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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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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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左边 右边 四 四 五 五 六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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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